韩国的造船业最近开始慌了 近日,英国克拉克松研究公司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4月全球新船市场新船订单量达80艘 185万修正总吨 其中,中国拿下76% 韩国拿下20% 中国船企遥遥领先韩国船企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要知道,在2021年 全球302艘高附加值的船国订单 韩国手里还握着191艘 独占了65% 稳稳的龙头地位 特别是LNG船 几乎是无法超越的垄断地位 LNG运输船适合航母 邮轮底尖的造船业三颗名柱之一 科技水平与制造工艺要求之高 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中国虽然排在第二位 订单量却只是韩国的领头 中国虽大,但造船业起步很晚 1981年 韩国已经是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造船国 而中国直到1982年才正式开始按照国际标准建造出口船 为了早日造出LNG运输船 中国很早就开始发力 2003年 广东上马中国第一个LNG项目 到了2008年 14.7万立方米的大鹏浩浩浩交付 中国才算打破了日韩的垄断 建成了第一艘大型LNG船 与韩国不同的是 中国对卡脖子这是很警惕 所以 在建造LNG船的同时 中国开始描上了LNG运输船的关键用料 银瓦钢 经过多年研制 银瓦钢的国产化取得了突破 经过2015年和2017年两轮认证 GTP公司终于在2017年把认证证书颁发给了保钢 由此 中国企业成了全世界第二家银瓦钢的供应商 中国目前LNG船的造价方面 普遍要比韩国企业便宜1000万美元左右 这也是中国LNG船订单最近这两年猛增的一个原因 2022年 中国的造船完工量 新街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 分别占了全球的47.3% 55.2% 49.0% 并且稳稳地占据着60%的终端造船市场 在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国之后 中国也正在一步步发力高端船部制造 作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 冶金 电子 化工 从原材料到加工 再到配套设施 中国有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巨大的市场 赶超韩国的高端船部制造 中国造船业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 英瓦钢的国产化只是其中一步 中国制造还要继续加油